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转眼间 今年第二季度就快要过去了 因此 很多综艺节目也都迎来了收官 比如极限挑战向往的生活奔跑吧 都已经录制了最后一期节目 虽然这些节目到后面 不可避免 都会走下坡路 但不管怎么说 也陪伴了大家那么长的时间 确实是挺让人舍不得的 奔跑吧收官嘉宾曝光 而就在6月13日奔跑吧 来到了杭州录制 其实这一期的录制 已经是最后一期了 真的是让人特别的不舍呀 其实最后一期的嘉宾并不多 但其中有一位嘉宾 让大家特别的激动 因为他可是蔡徐坤 在NipSense男团中的成员 这位嘉宾就是陈立农 其实陈立农 这也不是第一次来奔跑吧了 毕竟 他也是NPC男团中 人气很高的一位 而且现在他的发展也很不错 就算是作为个人 来做奔跑吧的嘉宾也是很正常的 当初陈立农在参加偶像练习生的时候 可是获得了第二年的好成绩呢 陈立农的颜值和业务能力 还有路人员 确实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他之前来的几期中 在奔跑吧中有很好的表现 看得出陈立农还是挺适合 这样的综艺节目的 好在成员们的感情都还是挺不错的 就算是组合后来解散了 他们的感情也依旧还是在的 虽然只有两个人合体 不过对于生活和工作很忙碌的他们来说 能见面已经非常不错了 因此粉丝们对这次蔡徐坤和陈立农的合体都特别的激动 比方得然后也感情就到搭访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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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